接下来的交通建设改善的部分 尽头是在玉里镇 玉里镇高辽大桥受到了今年3月23号地震影响 造成了桥梁栏杆 以及引到护栏路面等等的设施毁坏 而历经多月办理灾害附近工程 即日起到17号将会进行封路来展开修复 民众必须要改道通行 高辽大桥位在知名金针花赤克山的山脚下 属于台九县跟县道193县兼重要联络桥梁 因为地震影响出现灾损 当地居民忧心通行安全后 县府建设处协助玉里镇公所办理灾害附近工程 并且也配合各机关清查灾损的设施 提报灾害附近工程经费 在12点到1点的时候 为了乡亲的安全 我们还是乡亲的防备 我们在12点到1点让乡亲 骑摩托车来经过这个高辽大桥 其他的路段的话都是封闭的 那这汽车的部分的话 12点到1点也是一个封闭的转开 因为里面蛮多机械的道路也狭窄 所以说请所有的乡亲来 来互相来配合来互相来体谅 请尽早的让这个工程 尽早的能够完成 让恢复原来的一个通行 让民众来方便 为了保障民众安全 即日起到6月17号止 为期两周的施工期间 高流大桥将全面禁止通行 原本预计施工期间内 不得有任何车辆通过 但经过里名成情 也考量居民的便利性 在证明代表周轮英的反应后 协调 施工期间 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1点 开放机车通行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